0402泰鲁格号事故 火车头被消去一大半 出轨后拉出隧道 暂时放置在和人车站 一开始好像大概 知道的还不到十个人 然后后续就是一直 一直在增加 到后面有49个人死亡 真的是一场恶梦 交通部长王国财 当时还是政务次长 回顾4月2号那天 事发在9点28分 9点半台铁成立一级应变小组 接着前进指挥所 中央灾变中心陆续开设 也召开工作汇报 上午1点20时 时任交通部长林佳龙 抵达事故现场 日以继续搜救 清空现场拉走列车 隧道喷药消毒 修铁轨耗置电车线 4月19号抢通 恢复双线通车 前后供花了18天 清水那个地方 我应该最少回去过三次 每次过去都是算是伤心地 彻底的让民众的信任都不见了 事故后 台铁成立北中南东地区协调中心 整合运工机电四个单位 未来希望能设地区营业处 解决长期没有地方责任中心的问题 至于事故的泰鲁阁号也要运往桃园永久存放 3月28号上午下着雨的花莲 第七第八节车厢盖上帆布 出动吊车和拖板车作业 离开伤心地 沿着台九线北上 被送到台铁富刚车辆基地 我们台铁的员工都会到那边去受训 所以希望说他们能够看到 那短期是一个公演 未来会跟他们未来的员工训练中心 会结合在一起 泰鲁阁号事故 受难者家属伤心 台铁基层员工也心痛 一年过去了 从改革到纪念 期许记取教训 痛定思痛 让安全回家 不再是奢求 TVBS新闻内亚南洪俊伟 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